刚刚进入2024年,似乎坏消息一浪接一浪,未来人民币和美元,谁将赢得货币战的终局呢? 国内的新年第一个交易日,人民币的离岸汇率最高时曾达到7.11,但后来出现了一波下跌,最大跌幅达到了400点。 这似乎说明在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的升值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 不过相对来说,美债的突然间崩塌让人更加意外。 本周美国要公布就业数据,以及上个月美联储会议纪要,外界可以通过这些进一步地分析美联储的未来货币政策。 也许正是出于这些担心,各年线的美债收益率普遍上涨,显示抛压越来越大。 其中,10年美债的收益率已经超过了3.9%,达到了3.936%,而30年美债的收益率达到了4.075%。 看来美债价格的短时间反弹,并没有让投资者充满信心,稍有风吹草动,持有人就赶快地进行抛售。 其实最近两个月,美联储的会议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利率更改,因此美债价格的上涨下跌,基本上都是心理博弈。 目前预测1月份降息的可能性不足10%,市场普遍压住于美联储将在3月份降息。 目前预测3月份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只有21%。 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越来越强烈,对于美元的打击非常的大。 此前虽然还没有开始降息,美元指数已经有了一定的下跌。 所以,在美联储的真正降息之前受预期的影响,美元指数恐怕还将会进一步地下跌。 不过,当美联储确定降息之后,美元指数反而有可能相对稳定,甚至有所反弹。 美元的汇率主要来自于利率的支撑,而人民币的汇率主要来自于经济不断改善的支撑。 最近财新,PMI再一次超过50,并且比上个月提升了0.1个百分点。 这进一步显示中国的经济扩张势头越来越明显。 而且各项经济数据也表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80%, 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动力引擎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。 因此可以肯定在2024年人民币的汇率会进一步地增长,但是过程中的波动难免。 而随着美元的下跌,美债的风险只会更大。 因为对于外资来说,持有美债不但有债券本身的风险,还要承受汇率上的损失。 而对于美国的本土资金来说,虽然没有汇率损失的问题,但是债券本身的风险不小。 目前海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债比例已经低于四分之一。 换句话来说,超过70%的美债大买家是美国本土的资金,包括对冲基金、美联储和各级地方部门以及美国的普通家庭。 目前的这一个持有结构,可能让美国官方,尤其财政部部长耶伦,非常的无奈。 本来发行美债是希望尽可能向海外兜售,想不到美联储的一波加息,导致了海外资金不断抛售美债,反而是国内的资金不断地接盘。 大家都能想象,一旦美债崩盘,谁是最后的买单者? 生死战! 荷兰突然撤销中国光刻机订单,中美芯片战全面升级,全球四处冒火。 美国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越来越紧迫,他们真的急需我们的帮助吗? 中美经济战争,2024年美国会收手吗? 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,2024年第一天,坏消息传来,中美芯片战争全面升级了。 2024年到来之前,很多人都认为,新的一年是美国大选年,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压力也减小了,中美经济将迎来一个小蜜月的时期。 前几天我们非常担忧地说,恐怕这是我们一厢情愿了,正因为是美国大选年,所以两党斗争更加激烈,谁也不敢放松,只能比着反华,2024年的形势只会更加复杂。 另外,执政的民主党不太可能突然转向,很可能倾向于维持极限竞争,斗而不破的局面。 当时我们判断,大选年,跟美国选民利益直接相关贸易战可能会缓和,但金融战和科技战反而会加剧,后来发生的事情,完全证实了我们的判断。 1月1日晚,荷兰光刻机巨头AS&Bell在官网发布声明表示,公司两款DUV光刻机的出口许可证已被荷兰政府撤销,他们最大的买家是中国客户。 荷兰人表示,这是应美国人的紧急要求,才做出的决定。 AS&Bell当然不愿意失去中国市场。 这意味着什么呢? 根据AS&Bell官网介绍的信息,此后只能向中国出口一款能够生产38纳米以上芯片的光刻机。 很明显,38纳米以上,这是妥妥的传统芯片,并不是美国一直声称要限制的先进芯片,这意味着芯片战争全面升级了。 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? 荷兰为什么会突然出手呢? 这让我们想起前些天有关中美芯片战争的另外一个重要消息。 2023年12月21日,美国商务部公开表示,为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,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于2024年1月开始,对美国企业如何采购中国制造的半导体展开审查。 据美国媒体报道,此次调查重点是关注美国关键行业的供应链中,中国制造的传统芯片的使用和采购情况。 注意啊,是传统芯片,而不是尖端芯片。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声称,在过去几年中,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企业扩大传统芯片生产,这种做法令人担忧,会使美国公司更难参与竞争。 如果这件事情付诸实施了,将意味着中美芯片战争全面升级了,没有回旋余地了。 在此之前,美国之前一直强调小院高墙将会缩小到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非常尖端的部分,不会影响中美正常贸易,美国人再一次背信弃义。 美国10月17日出台的芯片最终规则,也主要是禁止我们应用美国芯片技术和进口先进芯片,特别是对荷兰EUV光刻机及其产业链进行了全面封锁。 但是,这次的行动不但突破了小院高墙所界定的先进芯片,扩大到传统芯片,而且是针对中国出口美国的芯片,而不是之前主要针对美国出口中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。 有专家分析说,美国商务部显然认为,中国企业把传统芯片打成白菜架,对美国芯片产业是巨大的威胁,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害怕。 所以,荷兰1月1日突然撤销中国的光刻机订单,说明在美国商务部放狠话之后,针对中国传统芯片的行动正式开始了。 美国不仅要审查美国企业购买中国的传统芯片,而且要封锁中国生产38纳米以下芯片的设备和技术,这是彻底掀桌子了。 这彻底暴露了美国的真实目的,并不是什么先进芯片,更不是不限制中国的发展,这就是普通商业层面的竞争,就是赤裸裸的商业利益。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无底线,他们总是不断试探你的底线,如果你表现出哪怕一丁点的软弱,他们就会立即蹬鼻子上脸。 所以,这场芯片战争,我们不能软弱,更不能害怕。